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身边很多魔学座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符合 说出来的这么多 心里想的这么多 就经常想把他们搞 双子兰 性格分裂 就不太喜欢这种 就是有两面的那种感觉 家宾对几个盘点 想对于射手的妥娼进行反击 好 不记得灵魂配上清晰的 清晰的老回路 转发微博时出卖公司 我那是公司显得了解一下 对啊 没错啊 就是想做一个微博里面的一股清流 不希望被公司左右我的微博 所以我要抗争 积极认错 打死不改 道歉有没有的话 要经常干吧 其实有些时候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错的东西 还是会改 还是会改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还是不会改的 嘴损是天赋 射手一张嘴就能让人想 对他的女孩一套军体权 要是我的脸长的话 你是打算在我脸上 踢个世界杯 每个射手心里都住着一个道明治 老子天下第一帅 是他永恒的内心独败 没办法怼 就正确的呀 就没错啊 悲伤不过三秒 喜欢不过三秒 射手座快起来 根本不需要留 悲伤的情绪 确实就是很快就会被自己消化掉 除了悲伤的事情 其他事情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好乱面的世界唱的就是射手座 没有明天唱就是爱射手座的人 那你爱一个射手座的人 试一下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射手座的记性就是没有记性 有啊 我现在就记住你们了 今天说的射手座这么多坏话 人形哈士奇 犯爱不分场合 傻气直刮二里地 那麻烦让一让 你挡到了我傻气的路线 花天花地 一生本领 遇到这样 还挺像的 就是如果我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还一开始就挺 会挺怂的 会挺怂的 喜欢的女人 不告诉全世界 还等着别人来抢啊 射手的笑点比 道明是为什么爱射手座 刀明是爱射手座 其实很好解释 因为我是刀明是 他是三菜啊 刀明是 嘉宾抽取卡片 便根据抽取的关键词 进行相应挑战 杀 随机舞蹈 嘉宾像是最玩具 battle跟我 battle 咱们battle 搞魁花舞蹈教室 开课啦 抱一抱那个 抱一抱 抱着我的妹妹的 上画叫 就是 C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然后一起去东京的玛丽 其实我特别喜欢 迈尔米 还有黑人的洛杉矶 我这个好 还可以放这么多歌的吗 K.O 下一位星座迪尔 我的任务是 对王鹤迪来一段五十字的即兴深情告白 做梦 我喜欢你 想要好玩好准好犀利的星座 就看同道大叔 特别是 说出对吴希泽第一印象 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然后大家都很矮 郎靖康呢 就很矮 关宏呢 也很矮 觉得自己是颜值担当吗 呃 不是 自己的英文和普通话哪更好 当然是普通话说的比较好 哎 我又忘记这个这么多了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英文啊 英格你洗logo的 空母的 对吴希泽第一印象 我还不想费